10年前你沒有說人家錯 人家為什麼不能夠 繼續主張他的想法 他闡述的這些證據呢 而且大家知不知道 民進黨還特別把蘇醫師請去開 幫他們上課 還把蘇醫師請去幫他們上課 然後之後還 引用了很多蘇醫師的證據跟論述 在當年的時候作為反對 來留的這個依據 10年前你把頭腮 你把握 10年後人家的意見跟你不一樣 你就馬上給人家告 這樣的民進黨跟獨裁有什麼兩樣 短時間會 蘇醫師也會 短時間會讓學者專家 其他學者專家想說我不能夠 等一下我好好的人不做 好好賺錢就好了 幹嘛要去管其他人健不健康 短期會 但是長期以後必將激起更大的反彈 必將激起更大的反彈 只是我們要問到2020的今天 台灣民主已經這麼多年了 還不能讓人家講嗎 跟人家吃進去的東西有關 還不能讓人家講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